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亲爱的观众朋友 打开抖音搜索爱情宝围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的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 来 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鸣老师 欢迎 相声演员曹贺阳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莎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四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 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 走出情感困惑 来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看 本来咱们就是重组家庭 你以后能不能不再和其他女性搞暧昧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行吗 你也知道咱们是重组家庭啊 那对海岸能意识同仁吗 不要偏心对待 你自己参与私放钱才是偏心 我可以每个月多给你一些生活费 但是你的收入必须交给我 以后调理的数码也必须得收我的 平常我不喜欢过这种自己兜里一份钱都没有的收获 买包烟都没钱 太别据了 有请绿队夫妻有请 陆先生34岁 来自黑龙江个体 宫女士30岁 来自黑龙江护士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结婚四年了 结婚四年了 又26岁 嫁给他的对吧 对 但是你嫁给他之前还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孩子是吗 是 孩子跟谁 跟我 男孩女孩 女孩 那你那个时候呢 有孩子吗 有 你那是儿子还是闺女 姑娘 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吗 对 我们一起生活 就是你们俩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两个孩子就一起生活了 对对对 这个好啊 这个好 这不挺好的吗 跑来干什么 他非要来吗 他非要来 你都不知道你干了什么是吧 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呢 你不要嘴硬 你真不知道你自己干了什么吗 我没觉得哪有做的 好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老实吗 老实 你确定吗 确定 来 咱先说心里的不痛快 最后再说他那点破事 我不痛快 就是因为当时 19年我们12月份的时候 开了一家洗车行 然后就总有女购客去找他 有一回我在店里头帮他忙 跟他在一起洗车呢 这个女的就 哎呀 老弟你今天累不累呀 这店里人多不多呀 他就跟人家解长解短地在他唠嗷 但是顾客正常回答好吗 啥顾客正常唠嗷呀 正常唠嗷我就不生气了 半夜给他发微信 半夜1点多了给他发微信 问他 你睡觉了吗 我今天有点心情不好 我就问他 然后我就给他整醒了 他睡得跟个住屋似的 带电话打哭了 你那是整醒吗 白天我在洗车行 我干一天 我工作挺累的 然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忙活 都是自己亲里亲围的东西 等到晚上回家呢 八九点钟 我接完孩子回家吃完饭了 我在床上睡觉 我睡到半夜11点到12点的时候吧 一脚牙给我踹地了 当时人给我踹进来的 我要是从床上回踹地 那我为啥踹你啊 他不给你发微信 我还不能踹你呢 他给我发微信 并不是说我给他上短的发微信 你要搞清楚一点 那我看你俩聊天记录了 我看你俩聊天记录了 聊天记录了 聊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那我要是有什么任何事忙碍你 我把他删的好不好 聊天记录我删的好不好 没事 有事没事 我没有问人的事 吃没吃饭呢 你今天累不累呀 我今天心情不好啦 不可问我话 我还能不回答吗 那有个男的要是问我 五星半夜给我发微信 你能怎么想 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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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成年男人 对 一个女人问你 老丁啊 吃没吃 老丁啊 睡没睡 老丁啊 我今天心情不好 陪我聊两句 你觉得这女人什么意思 她有暧昧意思 肯定有 这完了呢 但是我保时距离 我没有任何的过分话 我从来没有 其他过分的 主持人 我打断一下 你保时了吗 我问问你保时了吗 我保时了 有一回 端午节一大早上 那个女的给他发微信 哎呀 你起来了吗 今天我去上早事溜达去了 今天我胃疼 我昨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今天要喂他 不不 咱们不说 他怎么回呢 他没回 我直接给那个女的 就打过去了 实在我太生气了 然后这个女的 接了语音之后 挺懵的 他好像应该是 不知道我俩是什么关系 因为他在店里边 应该不经常见到我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是他爱人 我说你是谁 你有什么事找他 我没什么事 我说你知不知道 他结婚了 他有家有孩子 我就是觉得这个老弟挺好的 人挺实在的 那个洗车啥的 也挺干净的 我就对他挺有好感的 我就想问问他 我说这个事不用你关心 你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吗 在这儿 这 这媳妇也厉害啊 我就说 让他把他微信删了 我说这个顾客是谁 这个女顾客 这个女会员是谁 叫什么名 会员车牌号是多少 他就不告诉我 我让他删微信 他也不删 后来让我鼻的没招了 他把微信给删了 女顾客后来也不去了 然后呢 这个事我就行 那就过去了 就拉倒了吧 突然有一天晚上 半夜一点多了 都赶上半夜 也不知道是为啥 电话就响了 响了他没听见 我就接了 接了电话 我说喂 我说你好 我睡得气 我半睡半醒 然后这个对方 那个女的呢 嗷嗷地跟我喊 我要找她 我就要找她 然后问我 你是谁 我说我是她媳妇 我说你是谁啊 你找哪位啊 我就要找她 你把电话给她 我是她媳妇 我说你是谁媳妇啊 他说我就是她媳妇 你是哪个 你是哪个媳妇 张嘴就骂我 多多了吧 让我生气的 我一脚就给她 踹地下去了 那不叫踹地 你想睡觉 门都没有 完了结果这个女的呢 喝的就是像 就像喝酒了 喝醉了似的 打电话 嗷嗷地跟我 在电话里头骂 我问她是谁 她也不说 就说是她媳妇 那是人家给我打电话 我睡觉 那是谁先说 那是前女友 已经分开两三年了 没联系过 从来没联系过 我以为 我一开始以为 就是不见面 我一开始以为 是她前妻 后来我一听说话 根本不是前妻的事 就是在她 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 因为我第一次婚姻 离婚 处的女朋友 然后呢 我就说 我说我俩现在已经登记了 我说我俩已经 现在成合法复体了 我说你不要再打扰 我俩的生活了 她说啥 我就喜欢她 我就爱她 我就忘不了她 你关心是人家 给我打电话 我是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不联系 人家能半夜 给你打电话吗 不是 我现在特别好奇的就是 当你被一脚踹下床 清醒之后 你接过电话说了什么 她没给我急不急 什么也没说 她我是坐起来 第一件事我问她 我说干啥呀 然后她 我一直不问干啥 还行 我这一问干啥 上来又给我拿拳头锤 又给我挠来 那洗股窝来 就给我挠了 后你给写到了 那你 那我问你是谁 你没想不说呀 前女友给你打电话 半夜的就说是你媳妇 要是一个男人 给你打电话 说是我老公怎么的 你也能忍吧 不是 你忍不忍的问题是 人家给我打电话 不是我给她打电话 你搞清楚 你不联系 她能给你打电话吗 我怎么就不相信呢 对对对 这个 妻子的逻辑没有错误 你如果不联系 对方为什么会给你打电话 逻辑上没错误啊 再说了 我有的时候我上夜班 我哪知道你联不联系啊 就像那个女顾客一样 反正按你现在的描述 就是你老公是个香波吧 所以我上来就问你 你老实不老实吗 我真老实 不是 你老实 怎么又是女顾客 又是前女友的呀 女顾客是打的 我给你解释了 解释不通了这事 我就想知道 现在她面前是不通了 最后这件事怎么解决了 怎么解决 让我给她揍了 她就是给我打了 打一顿 她是经常打你吗 她经常打 经常的 她高兴也打 她不高兴也打 你好好说话 她开心的时候 她跟你也是清脆 然后她又是不开心的时候 尤其是就像那个 做枪口呢 那电话打的时候 那连踹在挠的 那最好一次 给我这胸口窝 这胳膊 还有这边 给我打了枪死的 完了那个血道了好几个 第二天早上喊了 俩姑娘问我 她说爸我你咋了 我说没事 我说猫挠的 那你咋说 那我打你 我挠你的时候 你还推我的 你咋不说呢 我半夜我手机 我不静音是因为啥 因为我没有这个 习惯静音 我父亲身体不好 我一旦要有什么 你的事 当时你要是说 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你后悔都来不及 你别把老头身上撤 你别把老头身上撤 那我就问你一句话 那我手机不静音 我过面的那是一样 我手机连密码都不设置 那你说吧 你还想让我咋的 我说我聊天记录还不删 我又有大话 背人的事 有什么事 不得我去半夜 给你打电话 我从来我半夜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好 听明白了 第一个事实就是 半夜三更 由陌生的女人 给你丈夫打电话 对 对吧 第一个事实 对吧 第二个事实就是 你现在的妻子 有家暴你的行为 对 对吧 对 咱再说其他的事 其他的事就是 他当着朋友面 总是不给我留面子 他就觉得我 我对他那个 一在外面出去吃饭 喝酒不留面子了 那你说朋友人 见面在一起的时候 人家那个都化妆了 媳妇都领爱人去的 对象去的 你说你没化妆 我就简单说一句 开个玩笑 我就说无上大雅的事 我说 不是 你看 你怎么不化妆就来的 那我不行 给你缓解一下尴尬嘛 我怕别人一会提起来 你没法说了 主任我打断他一下啊 根本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是因为那天吧 之前都已经订化 好几天了 说我们朋友几个之间 那个领着对象啊 媳妇要出去吃饭 然后我说行 突然赶到那天呢 我一开始呢 原本是我上白班 然后呢 那个 我下了班之后吧 我就没有习惯性地 说我去 哎呀 我去打扮打扮自己啊 我就觉得 大家都是很多年 熟悉的朋友了 我就把工作服换上之后 我就简单把头扎一扎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他就说我 当着很多朋友面 至少这一桌上 得有七八个人 说我啥 你刚刚冷冲村老娘们 是你就来了 有没有那么说话呢 人家媳妇朋友哥们 都在那块 愣不愣雅地 瞅着我 你说你让我说啥 那我不行 人家看着你没化妆 我就闹个笑话 干个解婚解像 尴尬呗呗 那不是说不认识 你要说不认识 我好好打扮打扮 都认识 有什么可打扮的呀 行 小事小事 都是小事 我问点大事行不行 你们家钱谁管 他管 一开始是他管 后来是我管 这这这 你别说一开始了 一开始也是他管 一开始我们干旗舷嘛 19年的时候 然后我今天进大战啊 进大战 我在都是没踹热物呢 到家只要一进家门 第一件事微信 给他发回去 那为啥呀 你咋不说 你咋不跟主持人 说说为啥呢 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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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女顾客 老给你五天半夜 发微信 我能吗 我能看你那个钱的事吗 行 行 行 就是你们家钱 都归他管 对 那你有零花钱吗 没有 一提零花钱我就来戏 有一天我在晚上干活 就是上两个月的事吧 我早上我出完早事了 早上我是三点多 白天我九点 不到九点吧 我收摊 收完摊回家 然后白天再干个 搜双的活 然后跟那个 去安苏搜双去 等我到十一点的时候 正饿的时候 我给打电话他不接 刚打电话就不接 那我正忙的 那我接啥呀 然后我微信里没钱 我因为我早上 收摊的钱 都是他在这 扫摊码的 我这没有码 没有钱 哦 那个二维码是他 他在收过码 不是 所以说我没钱 我打顿一下 那你就是打工的是吧 对 我就认为我给他打工 他老跟我说不行 说不对劲 不是 你可以啊 我打顿一下主持人 一开始开启车行的时候 钱是寄到他微信里头 我一般我不管账 后来通过这个女 那寄我微信 不也没过夜吗 话我又要说回来了 通过那个女顾客 我就怕她把钱 都转给人家了 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 我跟孩子没花着 都给人家了 我就怕这样 后来我就说 我说那你把那个二维码 我说你编成我的吧 然后就是从19年吧 然后就是这个生意也挺好的 但是后来因为22年 我公公去世之后 我们就是这个店 然后就醉出去了 然后我们就不干洗车行了之后 我俩就干的那个出摊 开早事 然后卖包子啊 豆浆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二维码 然后我就直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那个二维码 我说你就直接变成我的 我说到时候那个每个月 或者每周 每个星期 我说我那个咱俩对一下账 看看这个净尚是多少呀 还是说那个纯手术是多少呀 然后他也同意了 不是那你也得给人吃饭的钱呀 我给了 我天天我都给了 我给啥呀 早上我收完款了 我跟他打电话不接 刚好忙 没时间搭理我了 那我正忙着 我这边我正忙着呢 远的我都不跟你提 知道吧 我就提最近的事 就上个月的事 对吧 上个月我中午 我给你打电话 我11点了 我从11点打到1点半 你说你 大方你回我一个电话也行 你那我刚才啥等的 人家那个客户家 咱不能吃饭 是不是 人家你已经讨好价钱了 你活没给人打完 你怎么舔人脸子 让人吃 我给他打电话 那你咋没考虑 我发费记 我在医院我忙的时候 怎么办 对 我考虑了 你忙行啊 我电话后期你不接 我不打了吗 发费信 我说你给我转十块钱 我出去吃饭去 没钱吃饭了 也不回我 我说你给我再发两块钱也行 我去买瓶水去 两块钱都不给我发 你说我 后期我饿了一天 知道吗 我是没来得及啊 不是 他平常那个都是 叫专项专支是吧 连一点这个预算额度都没有啊 也不是说 哪有预算额度 也不是说没有 你给我拉吧 我买瓶 瓶钱都不到我手 是他去超市给我买回来 好 比如说我今天说 我说你看我今天 我挣了四百多块钱了 干活挺累的 我说你商量一下 你给我买瓶八块钱一瓶吧 咱没说太高要求对吧 我说你给我买瓶八块的 我说你给我涨一涨 哎 到那去了 抽抽 拿瓶六块的 回来了 啪 我烟往那一撇 我愿意抽不抽 我后期我跟他商量 如果抽烟不好你不知道啊 我跟他商量 我说你今天挺累的 不是 说抽烟不好 所以抽点好烟少抽点啊 你这姑娘还挺烈啊 我接着问啊 我接着问 你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好吗 我认为他不好 我认为他别笑 因为就是说我家老大现在犯错 他不怎么吱声 但是老二从六岁 五岁的正常来讲是五周岁 他到我面前的时候 无论他犯什么大错小错 我就听他嗷嗷喊 就是不给孩子机会地喊 就比熟着我熟着熟着孩子还狠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 我跟他说不止一回两回了 我说你没啥事吧 管我老大 我说老二你不能这么管 因为他现在小他不懂 你可以去说跟他讲道理 对吧 我跟他讲了他不听了 你先别这声了啊 然后后期我跟他说 我说老大的时候 现在大了他懂事了 你应该去跟他喊去管他去 我说你是当母亲的 不像我当父亲的 我父亲没法 我只能说做一个慈父 女儿嘛 我是慈父你的岩母 结果他倒好 老二呢我管了吧 行 我管老二呢 你回头你当国老大呀 老大他不管了 他跟我一样去熟老二去 我咋没管呢 你管啥了 不学习的时候我没说的吗 就过去 姑娘别玩手机了啊 好好学习啊 那他都多大了 多大了那你能不能严厉点 那你能不能严厉点 我不严厉吗 老大他有自己思想了 他都已经要到叛逆期的时候了 他有思想才让你当妈去讲解呢 他到叛逆期的时候了 我就像对老二似的 哇 跟他喊啊 那他有叛逆期 我问你这么句话吗 你不跟他沟通 我跟他怎么沟通 那我跟他沟通呢 所以就是因为老大到了叛逆期 我才不能跟他喊呢 反正我就认为你偏心 我没认为我偏心 偏老二 因为我希望他严厉管老大 尤其现在这年龄 还现在这个岁数了吧 你必须得严厉点 你不严厉 你说老让我去严厉 对啊 我是严厉了 然后我再一个就是啥 他管老二吧 他瞎管 本来孩子们我调教挺好的 我就是说 咱不说特别调教的吧 就正常我跟孩子有话没什么 有事没事的 我俩能沟通 能教他 好比说一道题 我能给他讲明白了 还能学进去 他到那去没能打地儿呢 哇 一顿 这就是加减法 他都不会 我能不生气啊 你快拿到吧 咱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说130千米 到他的嘴里头 他转换米 他不跟你说转换米了 130千米转换米 多少米 那你说吧 你这么聪明 我不知道 你都自己都说 都不对劲的 提你说你去教孩子 那你说你怎么教 告诉孩子说13米 我说你呢 我什么时候教孩子13米的 你怎么这么能挖苦我呢 那什么叫挖苦你啊 我那后期查百度 你查不查百度 自己说 我查百度了 我是查百度了 但我也没告诉他13米啊 那你说你教不明白 你就别教 我就说了 你能教明白 那你教了吗 本来说你教错的东西 把你再去揍孩子 那你说孩子冤不冤 我就来习习在这 好好好 不说了 反正听起来 这好像跟孩子 就是你们双方 跟孩子的关系 还都不错是吧 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下面问一个 很好玩的问题 34 30 有没有想过要一个 你们俩单独的孩子 我想要他不要 为啥 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经过这种 各种原因 各种事情吧 我现在还没考虑好 今天来是为什么呢 吵了个稀里哗啦的 想解决什么问题 想解决 想解决这个男人的 这个不老实的问题 对 还是什么问题 就是想解决 他跟女性之间的那种 就是说暗昧聊天也好啊 还是说联系的情也好啊 不是现在不都没有吗 我就觉得他对我 现在关心不够 也没有以前说是 那么爱我了 就是那么关心我了 这不是现在都没有 我还咋爱你 我所有干活的 前第一时间 全到你手里头 都不过 我手了现在 你给我 你是应该的呀 不对 是应该的 那我想问你 我要的不是你挣的钱呢 我要的你钱 他说我不够浪漫 那你说 钱在他呢 他让我跟我要浪漫 你说我出去 我给你买啥去 我是拿大火机 给你点根烟 我说来姐妹 咱抽一根吧 还来哥哥 你喝一瓶啊 那你说我给你啥浪漫 说到这个问题 我更来气了 过节的时候 过情人节 人家都送花送啥的 你给我钱呢 他给我发个转账 你猜发多少钱 发个0.1吗 他不就 他没钱呀 他有钱的时候 也不发呀 你给我给我 八块钱吃饭 好 我给你发一毛钱 我还是七块九 行 我问问 您这日子过得 也挺滋润的 您来干嘛呀 我就觉得 他现在不够爱我 我就觉得 他没事找事 他一天就跟 接着病似的 我上了一天班了 他连问他都不问我 我是没听懂 相信老师们 都听明白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听到现在 这个男生确实存在着 您说的担心 招惹其他的异性的喜欢 他不懂拒绝 这就是 他自己认为很善良 对 他就觉得 给别人面子 您刚才说 为什么我们两个人 现在感觉到 婚姻的幸福降低了 尤其他对你的爱 似乎减少了 为什么不从自己身上去 找找原因呢 一言不合 你就大打出手 你今天把他一脚踹了 明天把他脸挠了 男人是要面子的 你经常这么打 他内心也会有积怨的呀 再打下去 真的会把家打散的 他忍得你一时 忍不了你永久打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对孩子的问题 对 这就需要一时同仁 就需要一碗水端平 所以我就觉得 我身为一个后马和亲马 这种双重身份 我就觉得 你尤其是对他的女儿 要更加好 对 你不能让孩子 感觉到你的偏心 对 我就 这样的偏心 会让孩子寒心 不能够一碗水端平 这是重组家庭存在的 很严重的暗霜 这种暗霜 平时可能你察觉不到 但是这种双疤 一旦显入以后 也会毁了家庭的 这也就是重组家庭 确实有一些特殊性 我们去正视这一些特殊性 我们去重视这一些特殊性 我们去消化这一些特殊性 那这个家也就能幸福了 谢谢 谢谢伯黄兄 雷老师 这是来巩固优势的 我一感觉 就是您看您还哭 就是我问一下 他睡着了 来了一电话 你不问他是怎么回事 抬脚就踹他 上手就打他 你给他讲理的机会了吗 没有 那你讲理吗 我讲理 你讲什么理了 对方说的是他人的喜爱 所以我就当时 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 我们任何人要想 揍你老公一顿都特简单 而且是你会帮我们揍的 我只要在凌晨一点钟 随便找一大姐 给你老公手机上打一电话 今天晚上 他这打得挨到半夜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随便 在半夜揍你老公一顿 而且是由你亲自动手 你不会给他解释机会 只要电话那头是个女的 只要电话那头 自称是前女友 你露手就大嘴巴上去了 所以打你老公太容易了 都不会犯法的 还有一分钱不给留 饭钱都得要 你觉得这事你做的奖礼吗 没事没事没事 他挺幸福的 你幸福吗 原先感觉 刚跟这时候感觉幸福 对 慢慢就还觉得无聊了 慢慢就会觉得 实在太霸道 不奖礼 就开始不幸福了 是吧 没关系 你老公 你愿意怎么对待他 怎么对待他 但是将来的果 都是今天作为因 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不着急 不着急 就是我跟您说这么件事 你愿意听不愿意听 都没事 好好开心 回去继续 把那个打荡疼他 谢谢雷老师 曹老师 从头聊到现在了 无非就三件事 第一件事 跟女性的边界感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钱的问题 第三个事是管孩子的问题 没错吧 这三点 你不用掰扯 你就是错了 你作为一个已婚男性 就是错了 你甭跟我说那套 说这个 我没有啊 我就维护客户啊 怎么着 维护客户的方法多了 所以你这不是借口 他盯你盯的严 完全跟你生活当中 咱就不算你是坏人 算你性格上 大大咧咧 你自己作的 兜里没钱活该 还有一个 你不讲理的地方 刚才你俩抄抄 中午他给你发一息 他说那个 他也不给我转钱 你来一句 那我也忙着呢 但是钱可在你手上呢 你这句讲理吗 我 他那天给我发一息的时候 我确实在忙 你不用说那天 就是你能说出这句 那我也忙着呢 那活该他饿着 如果设身处地 钱在他手上 你这么干 你委屈不委屈 还有一管孩子 这个是你的问题 朋友 绝对是你的问题 我能理解你刚才 那个语境跟状态 你觉得他偏心也好 或者没有 你其实就是东北人 一句话 你就管呗 俩孩子一样 你就管呗 但是这已经很不负责了 尤其是重组家庭 而且两个孩子 各自的孩子 想让这个四口之家好 你们俩得打配合 不是一个人严厉 一个人词 不是这个意思 他里边掺杂 很多复杂的原因 原生是谁的孩子 另外一个人 就要加倍地去付出 怎么让我 更走进这个人心 反之另外一位也是 你故意强调 你就有点扯了 日子不能说 过日子不是绝对对 和绝对错 好 我说完了 删达老师 其实在我看来 你们的二婚 已经算是 所有二婚 家庭里面 非常幸福的了 是的 第一 两个人没有算计 同心协力 再过日子 这非常很多 多少的二婚家庭 重组家庭 大家你算计我 我算计你 什么房产啊 车子啊等等 你给你的孩子留多少 我给我的孩子留多少 就全是这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你们两个人之间 没有 很干净 第二点 没有任何的隐藏 没有任何的隐瞒 就是我们对彼此 是透明的 就是我们依然 那么坚信爱情 我们依然那么坚守感情 这是让我很动容的一点 第三点 你们没有任何目的 有些重组家庭 我们说这是现实所迫吧 我是笨你的 什么什么来的 我是为了我的孩子 怎么怎么样 有的人是为了 给我的孩子找个妈 类似于找个保姆 有的人是为了 给我的孩子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和出路 你们没有 你们就是因为纯纯的爱 对 第四个 也是让我最感动的 就是你们对待孩子 一视同仁 其实你刚才能够说出那句 说你就对她严厉一点 你就管管她 你就厉害一点 也证明了你对这个女人的认可 对 就是我敢放心 让你去训我的孩子 我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当然她是不能那么干 她肯定不能那么干 因为她是个后妈 后妈难当 对吧 我好一点 怎么着 这么着 不对了 那么着不对了 尤其又是女孩的青春期 这个女孩青春期 有多矫情 老爷们可能不太懂 但她是女人 她懂 所以她的方式方法 一定是最对的 你要相信她 但是你能说出那个 你就对她严厉一点 你就管点她 训着点她 就能看得出 你对这个女人的认可和信任 就是我的亲生孩子 你就像你的亲生孩子一样 去打去骂就行 因为我对你是信任的 你要翻回来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应该感激你老公 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你能理解吗 你知道日子 怎么能越过越幸福呢 就是我永远都能看到 你对我好的那一面 我永远放大的 都是你对我好的那一面 而不是你对我不好的那一面 日子才能越过越幸福 这是我说 你们两个还好的地方 要说不好的地方在哪呢 这个男人呀 就得管 钱还就得看住 为什么前女友打电话呀 为什么女顾客 愿意给你发信息呀 你想过吗 因为你脑子上面有雷达 你给别人释放的那个信号 就是我是可以靠近的人 我告诉你 你幸亏就碰上这个老婆了 她能管得住你 她能拿得住你 但是要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有松有驰地管 这个男人才能服管 但是如果你高压正色 一直这样下去 她有一天就可能不服管 到不服管的那一天 你使什么招都没有用了 所以学做一个聪明的女人 有地放出 时松时紧 懂了吧 好好经营你的家庭 谢谢 谢谢山大老师 在你们的这段关系当中 挺好的 有几个问题 反正就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女生不要把钱管得那么紧 稍微地宽一宽 然后你先生还说了 另一个问题 我其实还想 挺想要一个我们的孩子 考虑考虑 今天其实他们是给 很多再婚的家庭上了一堂课 就是我们怎么把再婚的日子 过得干净而单纯 挺好的 以后果断回绝 你都知道 少动手 行了 没啥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真情60秒 其实我也想过很多 就是从我俩再起这么多年 我也知道你陪着我 同肝股够犯难 我一直到现在 咱们生活能有好转吧 包括我父亲的床前病前 那个黄蟹毛后 我一直挺感激 但是我就是希望你什么呢 认真地去考虑咱俩的感情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就像今天来到这儿 我也很盲目 我不知道你想要的是 什么结果 如果你想要一个说 让我个表态的 我只能跟你说 我以后我可以去 不跟女性异性接触去 不说话 但是我只能说 我尽量回避暧昧 是吧 我控制好我自己 但是我同时也希望你 认真考虑一下 主持人老师给的一个答案 你也给我点零花钱 别管太狠了 考虑好吗 我告诉你 我帮她回答她要什么 她来这儿就是要再次确认 你是不是爱我 她来这儿就是要再次确认 我们俩是不是能走一辈子 说明在你们的关系里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修补的地方 回去去找 是这样吗 还是没有安全感的 真有安全感的女人怎么可能 一分钱都不给呢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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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 恶限是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点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预测一下 这个没什么好预测的对吧 这是解剖了一个 从主家庭的生活的真实的状态 有幸福 但是也有痛苦 他们有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也有做得遗憾的 所以今天在这个现场是一个范本 试婚姻就一定有痛苦的地方 就痛并快乐着 他们已经我觉得是快乐比痛多了 所以双处 我觉得不是坏事 他们俩再秀恩爱 起码说来这儿 不管说什么 起码解决了几个隐性的问题 在他们俩来看 包括孩子 还有这个情的问题 对 起码解决了几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他俩身上 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很积极 你看他们把那个洗车行对出去之后 马上又出早摊 早点摊 那可是个勤行 姑娘还又干着护士 这很辛苦的 但他们为了就是生活 他们也不觉得这些东西很辛苦 他们还乐在其中 对吧 就每天日子过着红红红 我觉得他们这种向上的这个态度 生活的这个状态 特别值得大家学习 但是男主也是傻 早上姐出摊的时候 你留俩包子揣头 你不就完了吗 鸡巴中午饿不着啊 然后你再说我想要钱的问题 对吧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怎样 请开门 又是护士是吧 这长得也就那么回事是吧 是吧 条件好像也不怎么样 这怎么就把你骗到手的 这就是人挺实在 挺踏实的 所以就这种实在和踏实 能骗了我也能骗了别人 是吧 骗我就行了 别骗别人 就是你 所以你害怕吗 听见没有 以后保持距离 以后保持距离 跟异性朋友 对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以后我会 对身边的异性朋友 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也希望你 对我能多一次的放心 然后以后咱俩共同努力 好吗 看你留钱吧 你等下来就给你了 找手找点 你等下来我就给你 来请亮灯 祝你们幸福 谢谢两位 请回家 谢谢 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希望你能有点责任心 多赚点钱 不要自己想着不赚钱 就觉得压力大 然后拖着我不生孩子 你这纯粹就是懦弱逃避 不敢明明现实 也没有进取心 我最讨厌你这一点 我还想自丢点 有了孩子会是理质 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还有你后能不能 不乱花钱买玩具了 快30岁的人了 为什么还那么幼稚呢 不让买还拖得藏起来 就和小孩一样 我已经努力把我们的生活 过得很好了 是你一直不断地 有各种需求 有请就对夫妻有请 李先生28岁来自黑龙江个体 张女士29岁来自黑龙江个体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结婚几年 结婚四个月 结婚多少 结婚四个月 就跑到爱包舞台的也不多 谁要来 是我要来的 来干啥 我就是觉得有一些矛盾 然后我说我的道理 她说她的道理 不知道道理是谁的道理 那你说吧 什么道理 我就是觉得想要一个孩子嘛 结婚之后 但是她不同意啊 我不想要孩子 这个应该在婚前就商量啊 婚前她也没问我呀 结婚之前她也没说 她不想要孩子 那她要是早说的话 那我就不跟她结婚了 不是我不想要 这你现在能要得起吗 咱俩现在说出于捋个油 吃个海鲜 花个千儿八儿的 一点都不心疼 对吧 你有孩子以后呢 奶粉 尿布 还有以后上学的费用 这不都是钱呢 好了 咱俩挣钱都花给她了 咱俩花啥呀 你还想要以前的快乐 根本都没有啊 孩子除了增天烦恼以外 什么都带来不了 要的干嘛呢 那你这就是自私的想法啊 你只考虑你自己 你考虑过我吗 万一有一天 你要是不要我了 我怎么办呢 你是男的 你在找我这么大岁数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不想有个依靠吗 你依靠不上了 然后我还能依靠孩子 而且咱俩老了 谁来照顾我们呢 没有孩子的话 老了可以去养老院 那不还有亲戚家孩子吗 谁不能帮你把呀 说的这是什么话 那亲戚家孩子 谁能管你啊 你一直说 生孩子有压力 有压力 那多少经济条件 不好的夫妻 人家不要孩子吗 那人家不也照样 过得很好啊 不是 我跟你算笔账啊 我现在一个月就挣五千 现在咱就是养一个 一生日左右大的孩子 最少一个月一万块钱 这还不算上学呢 上学更恐怖 一万你都打不住 得一万多 现在是你挣得多 你一愿能挣一万 我一愿挣五千 那你有了孩子以后 你不上班了 只有我这五千块钱 够干啥呀 那你要是觉得压力大 那你就去赚呗 你多赚一点不就够了吗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宁可不要孩子 也不可能去再多赚一点钱呢 不是 那你明知道 它是负担 你为什么还要要呢 你真奇怪 你明知道它是负担 完了你还要要 行 离婚吧 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 就是我们不去评价 这观念道理怎么样 说我不要孩子 就是自私了 你要孩子就是伟大了 没有 这个没有什么 这是每个人的 一个选择的权利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你现在在剥夺 一个女性的生育权 对 所以她可以跟你离婚了 你接不接受离婚 不接受 那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因为这是核心冲突 除了这 还有什么谈不拢的 她一边觉得 挣得少 不够养孩子 然后还不去赚 然后我每个月 现在就是做美甲嘛 就是早出晚归的 就很辛苦 她在家就是比较闲着 赚得少 可以去做 然后就不做 我俩现在我就觉得 收入不成正比 就对我来说 就很不公平 我现在工作轻松 我很满意啊 这 这怎么了 但是你是有这个能力 去赚更多的 你明明可以 再去赚更多钱 就是因为现在 家里钱够花 我挣得也够多 所以你就不去做了 结婚之前 我还觉得你挺有上进心的 现在就是觉得 就是好意不劳 那两口的结婚 天天就钱钱钱钱钱的 那你也不能 什么都不管呢 现在就是我一个人 每天在操心 家里边的柴米油盐的 各项开支 你每天就是什么都不多 什么都不管 有房贷车贷什么的吗 有房贷的 我俩每个月要 两千多的房贷 啊 是 是我自己在还 一直都是 谁买的房子 是我婚前买的房子 他住你的房子 对呀 不是 我不是没有房子 我父母还有两年退休了 他俩退休了 就上男方定居了 那房子不就是咱俩的了吗 但是我就是觉得 现在我们就还年轻嘛 应该再努努力 去奋斗一下 就还不应该 现在这么早去躺 哦 所以你们结婚的婚房 是女方婚前的财产 买的房子 对 现在还房贷也是自己还 对呀 家里的主要开支也是你 对 OK 那明白了 这就是核心冲突 一个愿意多奔钱去 一个觉得老说钱多庸俗 是吧 还有吗 还有就是 我是其实不是控制他花钱的 我每个月都会给他 他自己的钱 他给我一部分 有的时候给一大半 有的时候给一小半 大概都是给很多的 然后他会把这些钱 用来买玩具 不是 我那个不是玩具 我那是具有收藏价值的 就是将来可以卖的 可以变现的 不是小孩玩 那个玩具就玩会儿 就撇了 就扔了不值钱的东西 以前结婚之前 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爱好这个吧 然后也没有很在意 就是结婚之后 我就发现他现在就是养成习惯了 就是在网上刷电 刷电一个玩具就想买 刷电一个玩具就想买 就是以前 他懂我说 以前你不管 现在你又管上了 那以前恋爱嘛 你花你自己钱 你爱怎么买怎么买 现在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我就觉得 应该一起生活 一起开销 然后你一边觉得生活压力还很大 然后一边又在买玩具 其实一边享受 一边焦虑 我觉得这个 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四五年前 我就喜欢 那是我的爱好 我就 接下来结婚 我爱好都不能有了 是吗 那你结婚之前 你爱好去搬 那现在我 现在我一个人挣钱 然后之后 你也不跟我一起分担 我真的觉得 这婚子结得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他家里的玩具 偷偷藏起来 然后光那个玩具枪 他知道他不开心 买的什么 收藏了些什么呀 一些手办 一些枪支的手办 啥枪支的手办 对 玩具枪 玩具枪 不能 各种的小玩具 哎呦 我都不 那玩意不算藏品吧 那都是发售的都发乱了吧 那把枪如果是带着皮肤 是真的可以卖钱的 这我也是从别人的藏品 手里买回来的 这就成了你每个月 少给我钱的借口 我每个月 是不是都给硬钱 为啥要说 不是 你每个月 工资的多少比例 花在了手办上 就直接说就行了 咱别绕了 我给他一半 剩下一半我自己 就是你一个月 交他两千五百块钱呗 对 他给你管吃管住呗 剩下两千五 你就自由花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对呀 我就不停航在这里 我们两个婚前 他住在我买的房子里边 现在每个月 只给我两千五百块钱 那不就跟租金一样吗 他不就跟租客一样吗 给我点房租 然后我管他吃喝拉萨 是 我确实挣得没他多 我的工作比他闲 我想着我说你看 他每天在家也挺累的 那我就主动一点 我把家里的家务部 就都干了 挺好 我把衣服也洗了 也晾了 地我也脱了 茶几我也熟识了 垃圾桶我都倒了 结果呢 结果呢 你做的不好 我还不能说呢 是 今天我一进屋 已经说 那茶杯盖 怎么还不盖上呢 你这个东西怎么还放那儿呢 垃圾桶咋不刷了 不是我干保洁的呀 谁家打扫家务刷垃圾桶啊 那垃圾袋漏了 漏到垃圾桶里掏了 你收拾卫生你看不见吗 你为啥不收拾 你就是根本就没想用心 你真的你变了 你太认真了现在 你太吹毛求疵了 你能做家务我是挺开心的 但是你做得不好 我也总得说吧 你不用心 你用心一点什么做不好啊 还有一回 还有一回 还有一回我给他做饭 我这个人我从来没进过厨房 我根本都不会 我是照着那个那个 你多愚蠢啊 二十八岁了都没下过厨房 你这就就 这不是个生活白痴 不用我做呀 我父母可以做 所以你是生活白痴吗 二十八岁的男生 没有下过厨 没有过野餐的经历 你不就是一个生活白痴吗 那二十八岁没有下过厨的 绝对不止我一个吧 那这一类人在我的眼里 通称生活白痴 这个没问题 对吧 好 那你说 既然我是生活白痴 我都能为他做顿饭 我为他做了一顿饭 你不要自己感动 我就说的是 千万不要自我感动 一个成家的男人 做一顿饭 没有什么好标榜的 有啥好说的 不应该的吗 前前天天我不会错呀 我要是会做 我今天就会做 不是因为你笨吗 你生活白痴吗 你天天啃老吗 你生活白痴吗 我确实是 这咱们不说 我确实是 违背常识的事 咱们不说 你说你怎么了 你做了一顿饭怎么了 我都能拍得到 他嫌弃呗 他嫌弃我买贵了 那可不是你从来没做过 就不好吃 我还不能说呀 不是不好吃 他嫌弃我买的肘子买贵了 他说四十块钱就能买下来 结果花一百万钱买的 您什么肘子要花一百 我们也问 他确实是我结婚之后 他是有改变的 他以前也不负责 家里边买东西的事情 然后后来 他就老在那个直播间里边 要买一些便宜的 生活用品什么的 买回来了 我一开始说 他买的东西太便宜了 那牙膏那刷牙也不起磨 刷鞋都刷不白 这种牙膏 他还说他蹲了半宿 想让我夸他会过日子 这个事我没夸他之后 然后就有一天 他就是我下班回来 他觉得我挺累 他想给我做一顿饭吃 我还其实挺感动的 那看到票子之后 说这个肘子花了一百多块钱 然后他跟我讲说 商家告诉他的 是绿色的健康的 营养的质量好的 这个肘子 就让商家给忽悠的 就是一愣一愣的 那个我不知道 您二位是在哪个城市 北京外卖一个肘子 送到家热的 做好的 大概一百块钱左右 是 我说这个 就是您这做完这成本 跟外卖要是一样的话 咱还不如就点个外卖来 不是 我就想给他 做点好的嘛 他的意思想给他 买一些好的 质量好的 然后我就说 这肘子 其实三四十块钱 就能买下来 就没有必要这样 这是过日子的 对 我其实不在于 是不是过日子 我是觉得咱别那么玻璃心 二十八岁不是孩子了 做饭是应该的 现在就好多孩子说 我二十八岁了 我做这顿饭 我都没做过饭 我为你做了饭 我是多爱你啊 咱不要把基本技能 基本生活技能 夸大和炫耀 这是咱基本应该会的 好吃不好吃 咱且不说 咱得会 得把菜滚熟了 就这还感动呢 哎呀 还委屈 你问问他怎么回事 行 我买贵了 那您是买得贵 我还不能说吗 所以我就说嘛 你没有生活就是 这怎么就结了婚了呢 这完全都得返场 回家重修去 你们俩谈恋爱 谈了多久啊 我俩其实认识的时间 也不长 就是一共到现在 结婚四个月了 到现在一共认识 应该是一年半 所以你们俩恋爱 也没怎么谈吧 没有太长的时间 所以我就觉得 你们俩不了解 因为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就结婚要不要孩子 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们这在工作上面 有什么样的规划 好像你们这都没谈是吧 我俩的生活方式 就是以快乐为主 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可以领的出去玩 领的吃好吃的这种 就没太往后的 想法去想 是是是 你不知道要给孩子 也很快乐吗 孩子带给我 只有痛苦 不 那因为你没有嘛 你以为你没有嘛 就是你说孩子带给你的 只有痛苦 是你想象出来的 对不对 我能看到 我朋友现在还贷款 就刷信用卡养孩子 这太难了 东北的是吧 黑龙江是吧 对 哪个城市 哈尔滨 哈尔滨养一个孩子 一个月要一万块钱吗 我朋友用了一万 那你朋友有问题 真的 我们其实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看一些调查报告 按照你们俩的收入 在哈尔滨这个城市生活 夫妻两个人养孩子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你们俩现在的收入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非常简单 因为如果你是公立幼儿园的话 没有多少钱 公立学校没有多少钱 公立学校基本不要钱嘛 那看你怎么卷嘛 你想你想把你的孩子 同事什么样 你正常教育 真的不花什么钱 想多了 它没有用啊 对于我来说 没有用 它带给我的情绪价值 我老婆都能带给我 我出去花钱 一样能找到这样的情绪价值 这也对 这也对 人家有这想法 但是你老婆要啊 要命就是要在这儿啊 都肥得要吗 我就是对她了解越深吧 就觉得确实是很有必要 原来我觉得其实两个人 如果足够相爱 可以一起度过一辈子的话 不要孩子其实也好 但是现在你根本就不成熟 我只能这样做了 你老说拿我当小孩 那你再要一个 你看俩孩子啊 你能看过来吗 你再也不成长了吗 我是 我来这儿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 我能成长 你为啥还要一个孩子呢 那我不就能成长吗 你还要她有啥用啊 你还是意识不到 自己是有问题的 不不不 她没有问题 她没有问题 她真的没有问题 你不要说她有问题 这是她自己的想法 我们不能说 别人说我不要孩子 我看待孩子是这样的 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人 我不认为她有问题 这是她自己 选择生活的一种方式 对吧 对 我真的我觉得 你不会做饭是个问题 但是你说 我不想要孩子的人 我真的觉得没问题 谢谢 真的 真的 换人吧 真的要孩子就换人吧 我那只能是这样 我跟你说 为什么 因为这是 每个人对事无认知的 一个概念 有些人就觉得 我就得要一个孩子 我生活的意义 是有孩子 我才完整 对吧 有些人认为说 我要一个孩子 是一雷飞 我还是一个孩子 我就想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带一个孩子 我带不好 那叫负责 对吧 我不想对别人 和自己的人生不负责 这还真挺麻烦的 你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给你们建议 好不好 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伯鸿兄 来 丈夫刚才 一上场 就问了全场一个问题 生孩子 除了烦恼以外 还有什么 那我告诉你 除了烦恼以外 还有欢乐 还有希望 还有期待 在有些人眼里 甚至认为 有了孩子 整个家庭 就会显得完整 我们并不是说 要强迫你 一定要孩子 你为什么不要 当然你会说 我活在当下 享受生活 但是背后的 潜意识是什么 自私 自我 怕累 怕孩子成为累赘 自己还没有完工 这才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这才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你不用冠冕堂皇的 去找这一些理由 找这一些借口 很显然 要怪你 找了一个真的 不是不成熟 是根本没有 具备条件 走进婚姻的男人 一句话 选择 有条件 退货 谢谢包红兄 来 李老师 我特别不明白 他们两个当初 这个恋爱怎么谈的 就是谈到结婚之前 我们在恋爱当中 起码得谈明白三件事 第一件事 谈明白钱的事 彩礼多少 房子谁买 是一起买 还是婚前各自有 然后接下来的职业规划 我接下来在收入上 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这是钱的事 第二个人的事 我跟你爸你妈 你跟我爸我妈 咱相处合得来合不来 他们对我有什么不满意 跟未来的大姑子 小姨子 我们这个相处 能不能就是 别互相看着不顺眼 融入对方家庭 这是人的事 第三个就是孩子的事 在生育需求上 能达成一致 等这三件事 咱们都谈明白了 咱们在商量结婚的事 把一个人哄高兴了 他愿意跟你结婚 这事容易 但是呢 当时头脑一发晕 就结婚了 把这日子过下去 这事挺难的 你们恋爱谈得不及格 所以才会结婚 接到现在 不是说你们两个 生育态度 生活态度 谁对谁错 不是 是你们俩真的 他就不合适 在一块儿过 对 你也别恨他 真的你别恨他 我跟你说 你那一百块钱 那肘子真贵了 来曹老师 谢谢雷老师 到我了是吧 我就不说什么大道理了 我给你摘几个 你的问题啊 我跟你说 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我特别了解 东北人的性格 所以说有些问题上 东北人完全是一个 大的历历 容易忽略的问题 但是 只存在于婚前 或者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 一旦真的结了婚之后 有好多问题 你是要跟另一半 交代清楚的 比方说 你买的手办 你跟他说过 能变现吗 你 你 你跟他证明过 这个东西 比方说 哎 媳妇 我现在买了一个枪 这个枪 现在我拿过来 这玩具枪 你放心 一个礼拜之内 或者一个月以后 我出它 绝对比现在要挣 哪怕你比你买过来 多挣二百块钱 你跟他证明过吗 他凭什么要理解你 再有一个 不是你看见 我哥们得刷信用卡养孩子 我觉得那是你哥们家有问题 那得卷成什么样啊 你可能说奶粉 举个例子 一百块钱一瓶的奶粉 他们家非得喝一千块钱一桶 那你告诉我 这能一样吗 你不能张嘴就说吧 刷信用卡养孩子 一个孩子负担有多大 这个不对 而且还有一问题 就说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你有些问题没想开 你就是个大小孩 你真的就是个大小孩 你真的就是个大小孩 如果我的话 我会换一种思维 如果我有了孩子 我会让他跟我一样爱上收藏 我可以把我的玩具去分享给他 你连这种乐趣都没有 就是因为你自己都没玩够呢 你都没想明白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 所以我发言结束 谢谢苍老师 删达老师 你为什么要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呢 因为我本身 没房没车 什么都没有 一个月的收入还没有你高 你是怎么了 被爱情冲昏头脑了 我本身这些东西我都有的情况下 因为他身上也有我没有的东西 就是我没有办法给自己能带来快乐 他能给你带来快乐 现在发现结婚四个月以后 没那么快乐了 对吧 我相信在你们结婚之前 你看他这个贪玩儿的劲 你心里就应该非常清楚 这个男人只靠不上 我靠我自己 我都有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在乎吗 现在为什么开始计较孩子的问题 你说的也不是要孩子的事 你说的是你不求上线的这个劲 我有点受不了了 是要孩子的问题吗 你还没听出来吗 是马上就要要孩子吗 孩子是什么 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是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我现在跟你提要孩子这件事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看不到我们未来生活的希望 看不到我们未来生活的憧憬 我用孩子来激励你 我用孩子来求你给我一点未来生活的希望 你不要每天只沉迷于你的手办 你给我一些生活的希望吧 所以他真的是想这个时候要孩子吗 或者他是真的想要孩子 他不是 他是对于你现阶段的不满 他后悔了 他发现婚姻当中只有快乐是不够的 他一个人开始疲惫开始累了 这才四个月 那么现在就及时止损吧 因为压根不是一路人 所以你们两个人 再继续下去的话 对彼此都是伤害和拖累 就算了吧 就这样 我帮你推一件事啊 这个事有没有可能发生 15年之后 你多大 44 20年之后你多大 50 差不多 你20年之后多大 49 对啊 你20年之后突然想要娃了 我不盯了 他怎么办 这你不能否我吧 这你否不了我 我们在生活里面见到太多的 我盯 盯到五十多岁说 不行我就得有一娃 想各种手段 最后有的就真没盯成 有的就一辈子盯 然后后悔 爱说我特别后悔 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没有权利 也没有责任 要求一个人 来买单我们的人生 除非这个人是自愿买单的 就是他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 为什么说现在就不如早点就算了 就在这 你去找一个说 我也想及时行乐 我也不想要孩子的女生 你们俩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 有啊不是没有 你也可以去找一个 成熟的想要娃的 踏踏实实的 你们在一起 不是挺好的吗 老师们其实已经概括得特别好 孩子是什么 孩子就是希望 孩子就是一种期待 孩子就是一种理想 孩子啥都不是 就是这个东西 他是最有形的 他又是最无形 所以看起来他很跳脱 哎呀我不建议挣多少钱 我那个潇洒自由 其实你是最不跳脱的人 因为你看到的全是有形的 无形的东西你一样都看不见 自己决定啊 让我们一起进入192 就要爱真情六十 你就想好了 确定不要孩子吗 还能商量 那现在这个状态呢 也能商量 我就是不想 不想失去你 老师刚才说的对 我可以跟你重新谈一场恋爱 你可以重新认识 我一回吗 所以说现在就是 你可以改变 如果你坚持的话 我知道 其实我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 急躁态度会不好 对你有吼有叫的 是你接受不了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这个核心问题没解决的话 今天呢我们还是 就等于白来一样 我可以答应你 我刚才所说的 关于我身上的冲毛病 我会一点点改掉 但请你给我一些时间 你还是知道你有问题的 就一直不爱改 我们到底是帮了他们呢 还是害了他们呢 我都不知道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似乎有一种感觉 男生是愿意做出改变的 今天很有可能双出 但是双出的前提是得说清楚 什么叫你给我点时间 还有多少时间 你说清楚了啊 所以双出的前提 是别留余地 把该说清楚的 今儿都说清楚 来 曹老师 哎呦 弄得我现在 出不出的 我的心里都很别扭 是吧 是特别别扭啊 如果不出 但是离开咱们节目 这俩人能踏踏踏踏踏 把这说明白 我宁可他们现在就摆面 赶紧不出 然后私底下谈清楚 其实真应该别出来 对 出来这事等于 双方把彼此都嫁了 对 如果出来了 还不好聊了呢这事 相当于咱们要替 两个年轻人的人生 有部分买单 对 人家会说 哎 我们那次 就没人听你们 后悔 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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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来 我是想对姑娘说啊 她这个可谈 就是缓兵之计 我先拖下去 现在我害怕失去你 害怕改变 这也就是她不想走出自己生活舒适圈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状态 就是她不想改变我的现状的生活 所以我先拖住你说可谈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被迷惑 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一个28岁的人 她能够在舞台上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不可能的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我还真的希望你一直咬碎钢牙说我就不要了 那至少说明你28岁了在某些问题的思考上你是成熟 就应了她的那句话了 你是真不成熟 稍微有点压力就变了 你到底想怎么办 能不能跟我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是害怕呀还是怎么 我害怕 我怕 我就怕她现在这样不要我了 因为我确实不想要孩子 到现在我也不想要孩子 好 所以那就OK嘛 坚持就好了嘛 她可以不要你嘛 但是那是你生活的一个本嘛 你记住嘛 你只有那样才能够得到真的爱嘛 否则这个爱是欺骗来的你知道吗 你就你即使这样要了孩子你也不会去管 然后她会更多的事 你们俩会更多的那个 坚持就好了 就至少在现在 你我二十八岁的年龄 我就这个 那你就这样好了 这个一定要守住 因为这也是你自己的权利 对吧 她想要孩子是她的权利 我不想要孩子是我的权利 不能因为我们有爱 或者说其他的东西 我们绑架对方 好吗 谢谢您啊 来 请回 请坐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全新号断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我们四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同事业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